像催行水壮阳药这些未经卫生单位检验合格 允许贩售的药物 在高雄市真的到处都有卖吗 旧议员他在跳蚤市场买了一瓶壮阳水 那么他就质疑这个卫生局根本都没有再取缔 万一这种药物落入像李中瑞之徒的手中 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的少女要受害了 黄淑美议员手中拿的这一小瓶液体 据称有壮阳功效 持久长达五个小时 议员说这是他在跳蚤市场以两千元买到的 而且那个摊子上什么奇怪药物都有 据说就连前一阵子李中瑞用来作案的迷婚水都有在卖 议员担心这种药物一旦泛滥 很容易助长李中瑞效应在高雄发生 李中瑞事件其实他用的就是一种水叫催禽水 催禽水他吃了之后呢 就会让人家就是迷婚了 两天之后他醒来他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局长我去买了一瓶 这个叫神水 我这个还是在路边摊那个石泉路那边 买的还很多家在卖哦 一瓶两千 也很多人在买 那个人又说他一个月可以买十万 你看暴力 一个月可以买十万块呢 局长可是你们好像也没有在查 为什么我随便都可以得到 卫生局表示只要是没有卫生单位检验合格 准许贩售证明的药物都是胃药 由于其来源成分及功效都不明 吃下去不但无法壮扬催情 还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伤害 呼吁民众不要购买 而卫生局也会加强取利来保障市民的健康 港东新闻王介石 王少宇采访报道 王少宇采访报道